其實是被迫一起去生活的 當然,那個互動可以是良性的 就是說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說服 可以是良性 也可以是很惡性的 例如說互相吵架、互相孤立 都可以的 但是有一個共通點 竟然有共通點 就是他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 我罵那個人 我孤立那個人 我起碼要正視他和我不同 我要正視這個問題 但是互聯網就不是的 互聯網就是當我和那個人不同的時候 我不需要正視他 我只需要找一個滑雪 找一個箭咀 瞄著右上角色交叉就可以了 一按,他就會消失了 我已經不用面對這個問題了 互聯網其實就是將 我剛才說的就是 人的天性、物以類罪這件事情 是非常強化的 如果要加在政治上的話 這個問題就會衍生出來 我會再看就是說 咦? 政治對我來說應該怎麼做的? 我自己會覺得政治就是說 人一起生活 資源當然有限了 我自己看政治 如果是一個最基本的定義就是說 一個資源分配的方法 一個制度 如一個上品的政治的人呢 就應該做到就是說 不同的實際一點 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利益群體 在一起相處的時候 就是台灣話就叫爽 哭爽 就是大家都是不開心的 如果就算是中策才算 都是一起相處的時候 就算是有些衝突 但起碼都是不會打架的地步 最下策就是說 去到大家互相衝突 還要互相不理解 因為族群之間是撕裂的 那就越來越嚴重了 現在就是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會看就是說 互聯網的特性本身就是 你不喜歡那個人就靠差了 所以亦都是給一些 下不是那麼好的政治 就是做政治的人就會 可能他們就會對著自己的支持者 說很多話 接著就沒有嘗試 去到將他那個政治的理念 向不同類的人去散步 或者宣揚 或者嘗試去說服其他人 其實是 我講到這裡 可能大家猜到我講了誰 不過就算了 不是說他 所以我自己會看 有些人喜歡在網台自說自話 就是我們 在網台自說自話而已 接著討論區又散步了 什麼都有的 香港討論區都經常散步了 我經常知道 互相互散步了 對,互相互散步了 如果真的要利用這個媒介 去做一個好的政治的話 其實 用這個媒介的人必須要打破這個局限 我自己覺得 應該要有策略 有預謀 有策略地去打破這個局限 是令到 本來不太相信我這套東西的人 都知道我說什麼 我不是一定要相信我 但起碼知道我說什麼 彼此也是這樣 彼此也是這樣 當然這個是有資源的人會做得好 我覺得就是 我應該這樣覺得 權貴掌握資源 他應該是做主動的 例如我 我怎樣呢 我又沒有錢又沒有什麼 又沒有大電波 什麼都沒有 我租伺服器也幾百元起 一千元 我一定是 叫做 顧掌握名 但是 政府那裡 他有沒有嘗試到利用這個媒介 去塑渡人民當中的溝通呢 暫時我看不到 例如那些 特首玩Facebook 拍完片放上網 接著 現在越來越死了 自己拍完片 就放上政府新聞網 就是 政府其實給我們 我們搞政黨人 是更加 顧布自封 更加是 用回網絡的術語 就是更加打飛機 更加打飛機 就是各國打 只不過 民主派有時候 自己打的也不適合 所以就是 是的 當然 去到互聯網的話 我自己就 講到這裡 但是你覺得 互聯網的流行 對香港人爭取雙普選 或者說 令到更加多的年輕人 關心政治議政論政 會不會有一個 促進的作用在這裡 會不會 容易了是真的 老實說 就是 民心那句 比起康有為時代 那些 你要坐車 搭幾天車 搭幾天車才去到京城 見過官 現在是 叫渠道快捷了 接觸人的機會也多了 還有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問題也是 你接觸那些人 很多時候就是和你類近的人 這是問題 例如去高登 就是打算罵政府 去高登就打算罵政府 你去人網 就打算去聽旭文的節目 你不會去人網打算說 說民建聯的蛇好吃 是不會的 是不會的 你不會去高登 你高登都可以說的 那你就 好笑 被人在派教 去香港討論區 你不會想著說 在這裡弘揚民主憲政 是不會的 是 是很割裂的 當然是會真的 親子樂園 親子樂園 你又去罵孕婦 罵大陸孕婦 親子樂園 但是呢 近年有一個新的名詞 叫粉青 就是半循著 就是說 網上是很多的資訊 很多的討論 但它都是流於表面 或者情緒化 接著對深入的去了解 和分析那件事 沒有什麼幫助 反而純粹是成為了 一個憤慨激發的一個 吹發劑 但其實對整件事 是的發展是沒有幫助 你怎麼看呢 我又覺得是 即是怎樣呢 人就是什麼人都有的 其實 就是任何一個平台 都會有一些人是 喜歡用一個好 就是文質奔奔的方法表達 也都有人喜歡用 馬馬式 是的 叫激昂的方法表達 也都是 人的天賦是不同的 就是有些人是善於理性分析 也都是有些人是善於感性的理解 就是本來人就是不同的 所以在互聯網的世界 其實有不同的表達 社會的反應 還有我覺得有一件事 很... 就是人是這樣的 所有東西都是normal distribution 即是你說理性分析那些是這樣的 這樣就應該是少數的 你這麼說 但是你會覺得很多人都是 爲什麽一句兩句子 人就是這樣的 即是你叫我講 你叫我講 一些機械的東西 我都是一句兩句子而已 我意思是說 互聯網的流行 可不可以令到理性分析那一句 會向右邊 向左邊推闊了 會不會你覺得 因為人的專長是不同的 就是可能那個人的專長是 自己本業 我當他是科學家的 人家叫他論證 那就對他來說是另一件事 就是他可能做自己的事是很理性的 就是可能他開車的時候很理性 轉右轉右 會突然刻線 但是他要講政治 因為他不是他犯的 他就很容易就是 他用回他自己生活的角度 我開車的路就是經常塞的 為什麼中環的路就是這樣塞的呢? 就是他就是這樣說 你就覺得他不理性 不是,他真的不理性 就是我覺得是 這樣理性 他表達自己的 但是他表達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爲什麽只是說自己的事 為什麼他不是分析香港交通政策 為什麼他不分析中環地價 是在那麼多路去塞 就是他不會這麼分析 我想現在網上的討論 很多時候是流於自說自話 例如我有這樣的感受 我講完出來 接著就算了 但是莫講分析 連說互相交流 討論溝通的過程 都是缺乏的 有時候覺得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一旦不喜歡 就可能放一顆膠就這樣交叉 上一個高燈你就知道 就是按個負評 膠完就算了 按個負評 甚至不跟他頂鋪 就是把膠都要頂鋪 就是頂上去頂 就這樣負評就走了 有些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交叉 沒有辦法 有什麼必須的 什麼 那什麼 來